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你没有休息 没到达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很多问题 而且你会担忧牵挂嘛 然后觉得孩子怎么办啊 或者孩子打电话就病了 或者是什么未来家庭家人怎么办啊 或者是没钱怎么办啊 或者是未来怎么走下去 我姥姥怎么办啊 哎呀我这个肺怎么办 好像今天疼得厉害了 或者是什么所有的一切 好像休息你圆满不了怎么办 你怎么走了这么久 等等等等什么都是问题 每个孽头都是都好像是问题 觉得真的是走不下去 这要走不行的 就换一组活法 这要活不行的 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就定在安住在那 无畏呀 就觉得什么来也不怕 就算今天露宿街头 我的房子塌了 没有了我就睡在街上 就觉得很开心很喜悦 真的是无所谓呀 就算没闲着我吃饺 但是有我就穿上了 啊无所谓啊 我就是那种活法 就是你怎么活也行啊 就是那样 身边的人我们能能帮能救 尽全力呀 不能帮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在你的你 但是你要觉得自己是否尽力了 那因为这跟我们的阅历有关嘛 你自己发现要进行尽力 每一个每一道周深 那你就要去做 是不是 不要找不找见口 就那么去做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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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你才能圆满 无畏力 无畏呀 无所畏惧 其实并不是你多坚强 并不是你肩膀能卡多少 也许你啥也卡 但是你就是不怕 没有什么恐惧的 甚至说明天佛法回咬不下去 说道场见不见我都无畏呀 都不怕 以前会说 哎呀好像你 你多少的心血都富足动流了 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啊 一直在做啊 一直在广州啊 慢慢的去做啊 做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你仍然戒不起来 仍然做 你会啊是不是功德不圆满 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你会考虑很多 但是当自救力量来临的时候 没有什么 戒起也罢 戒不起都是圆 你不会又丝毫怀疑的 佛永远在那里 你不会去怀疑说是 我见不起道场是不是佛不保佑我 是不是如来不在了 或者佛不上没有力量了 为什么佛不上不去做事呢 为什么道场让我这么难呢 是不是 或者是怀疑自己的心 俗证啊功德啊等等 戒不起就戒不起来 就这个缘 戒起来就戒起来就这个缘 但我会尽全力去努力 因为你阅历里边有那你就去尽全力 但尽全力呢 你说你粉身碎骨了 你也没见钱 那就是就是缘分吧 缘分如此 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就算我们造出三头六臂 说出来 这个坚强不坚强没关系 就说自己的困难 自己的障碍 很多都没关系 说出来就没事了 就求佛不上 你知道吗 有时候是默默地求 有时候张开嘴球 别人家帮你就帮了 不报也不要报约 佛还在那里 交情没到 说这老师 或者你认为到了 他认为没到 或者是他真的有一些难 难也之音 或者什么 他有他的角度 或者是什么 他真的做不到 所以出来不报约 反正这些事件就是 但是你自己的无谓 会帮助到你自己 不怕的 不相信自己 你不是相信佛吗 佛都和你在一起 你都为佛做事了 你怕啥呢 如果把一切都当成 对你的考验又怎么样呢 9981难 人家取经成道 还有81难 还是故意在路上设置的 是吧 你没难还要设置几个难呢 为了你成道 对吧 我来修这条路 不是 你说我修个路 让你们走过去就行了 没问题的 你这种发心 本来就是成道者的发心了 自己为多谢多别人嘛 希望那条路 已经在你心中成就了 如果心中真的有那条路的话 我相信你已经到达 重点了 你知道为众生修路很辛苦的 这比建筑工人辛苦多了 知道吗 要放下自己的所有以前 灭子 忠言 要不怕麻烦 百折不挠 一次一次失败了 重新站起来 知道吧 因为这个还有 还有工业的影响 还有众生福报的影响 还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的 为众生修求了 让他们到达彼儿 需要你粉身碎骨 付出一切 怕吗 有时候 我们总是想 我粉身碎骨也没问题 但是孩子不要怕 我想跟孩子 让他们幸福吧 是不 你粉身碎骨没问题 但所有的孩子啊 我爱的人 让他们幸福吧 因为我们粉身碎骨 也是为了所爱 难道不是吗 那你为众生粉身碎骨 是什么呢 爱众生吗 你为你的孩子 家人粉身碎骨 是因为爱他们 那么为了众生 因为众生到达彼岸的路 是为了什么呢 你爱他们吗 还是你只想成道而做的 你爱众生吗 是不是你只爱自己的家人啊 如果你不能把你的爱 从家里扩展到众生 你怎么能成道呢 你修了路也成不了 就是修了就路 把你的爱从你的小家 扩展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去体验 也许是空谈 因为你的心想着你的儿子 但是不想念旁边这个人 看着他就讨厌 举个例子 但是 为什么如此的不平等 为什么如此 你不是平等的爱一切吗 如来是平等的爱一切众生 六道啊 还有那条狗 还有那只猫啊 还有那个天魔 还有那个地狱道众生啊 还有那个恶鬼道啊 平等的爱一切啊 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如果你不平等 你怎么能成道 你修了路就平等了吗 你修了路就不爱了吗 欠不了信 是啊 OK 平等了就借信 是 那你的路已经修好了 你可以回去看妻子看孩子 如来只做这一件事 从来不借道场 只是度人 如果你借信了修路干什么 但是你去做吧 因为有很多人还需要 如来出来不干活的 不做其他事情 如来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不做事 如来不需要那些东西 都是度人的工具啊 都是法门而已 生存的意义 是的 永恒 爱 圆满 无处不在 说是这样说 但是我们平等嘛 我们不爱嘛 我们能做到嘛 如如不动嘛 安住嘛 爱心嘛 得失一样嘛 还有我们恐惧嘛 具备如来的品质就是如来嘛 那么就简单了 有多神秘的 你没有如来的品质就不是嘛 借信有多神秘的 你要修一圈落到达彼岸 你也想去爱你的家人 你回去看你的孩子跟妻子 去看他们 你觉得他们因为你在受苦 最起码因为要跟你的缘分嘛 在受苦 是不是妻子 因为跟你生了孩子要照顾家等等 孩子也会思念你等等 如果你平等的不爱 众生更需要你 还是你的家人更需要你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家 我是说你问过吗 如果你能问到这一点 如果想清楚了你刹那可以解脱 正道 有那么难嘛 不需要在坐地上打坐20年的 就算把腿变成烈花都没用的 告诉我 众生更需要你嘛 你愿意承当吗 担当吗 说这就是让别人做吧 我走了还有别人呢 这么多师兄嘛 总不能把我 所有的事都让我来做嘛 但是地藏王菩萨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 然后有一天正白说 我不担当谁担当 此时此地此刻 是你最 你是最有音乐担当的 因为你最熟这一块 不是吗 但是我不是说不让你回家 再说一句 是 这些东西都要想一想 如果你想成道的话 冲结可以突破的 这是最快的 这才是捷径啊 不是密宗的灌顶啊 这就是捷径 借到佛 借到你佛的品质啊 视众生如自己的孩子 如亲人啊 这是佛的品质啊 借到佛 把那个品质拿出来 就这样 不管众生怎么看你 无谓啊 这是法华经说 佛出世的唯一目的 是让人误入他的之间 正如他的之间 成为他 法华经里面有四个 佛出世的唯一目的 没有说佛出世是 为了要借个道场 创立个宗教 盖个寺庙 佛出世 没有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误到的地方 都是道场 真正的道场 哪怕他在垃圾堆误到 那就是道场 他在厕所误到 厕所就是道场 需要你在那分别勾进吗 有山有水吗 如果他在厕所开窝了呢 如果他拉死开窝了呢 那就是最清净的道场 因为在那儿借空性了 要借到佛了 分别勾进吗 分别勾进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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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